泰国向导评分最高的资助 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 价格不算贵 优质的食物 食物很好 真的无超所欲 令人难以置信的好食物 329泰铢 66块钱 进店 按足根 按都有啥 这都是生烟 虾巴子是绿尾巴的 这里还有雪哈 这个市场卖就20多一斤 这虾仁也太水嫩了 这应该是泡货的 好了这些就够穿的了 高调楼是早虾 这虾好小啊 这是市场9克钱一斤的水平 海红是冻的 拿两个吧 假花螺 八爪鱼 软体动物应该不采坑 拿块鱿鱼 要拿这个兄弟们 日月备 这冰鲜的怎么也能十多块 来了来了兄弟们 看我这摆盘怎么样 这家店以前是挺火的 而且以前还便宜 200株左右 现在不知道是因为没人来呀 还是本来成本就高了 反正涨到300多了 我一个人吃 咱就用它免费这小炉子就行 这小子上面可以烤 下面可以煮 两个人以上 他们基本都单加一个烤锅 那样烤得很快一点 虾肯定是烤好了 新不新鲜咱就不知道了 这个面度时间明显是很长了 看面了 整点灵魂小蘸料 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料倒是挺好吃的 但是肉质不好 总是差点意思 有点可 这虾咱都干了 看看有没有新鲜的 不行 不行 这个也不行 太面了 虾死了容易自容 自容就发面 动时间长了 水分蒸滑 它也发面 它就算是冰鲜的 给你放着冰 它也是逐渐在变化的 哎 发现个好的 新鲜的虾 非常的水嫩 嗯 这是我吃的第一个嫩的虾 咱再找找看看 还有没有好的 你看看烂土 做的不行 哇 这又不行了 不行 尝一口 它生烟这个虾 这个虾已经没有纹理了 明显是不对劲的 还好尝尝这生烟屁屁虾怎么样 它已经把头和爪子都帮咱们去掉了 前面一拔 后面一拖 这整个一块肉就出来了 反正这屁屁虾我是不会再吃了 是他们这种自助 还是单点的炉子 就这种锅 你要是来不及翻 它上面就烤糊了 然后它的那个黑的东西就会流到下面的汤里面 这是它原本的样子 来吧 咱尝尝这挂黑边的日月呗 嫩也够嫩 口感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不沾汤浆明显能吃出来 它这个就不是新鲜的 是洞货 你看这是海虹啊 这海虹的感觉也是不对的啊 这海虹太行了 这个八爪鱼不错啊 兄弟们 除了有点黑 别的没啥猫 像这种软体动物啊 八爪鱼 无贼 鱿鱼啊 这种东西基本上自助都不太采坑 第一就是它比较容易保存 第二它不存在什么自容的现象 所以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 这个不行 刚才那个没熟 咱们毕竟是以海鲜为主 它家有很多肉和菜 我就没给大家看了 总之在海鲜这块 我觉得基本都是洞货 有的已经失去它海鲜的口感了 特别是虾和海虹 但咱自助不能克求太多 没准咱网上看着那些其他部主 吃的都挺好津津油味的 我一吃可能还是不行 这个玩乐就是一个人一个感觉 现在整个岛上欧美人特别多 亚洲人最少 老是能看着一两个讲汉语的 再有兴奔两个讲私密待遇的 还是中国人没来啊 兄弟们 中国人来了 给它客流量整起来了 没准食材就新鲜了 白口大鱿鱼吧 颜色真是不美丽啊 兄弟们 大鱿鱼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就肯定是冻过了啊 来香港拍了两个视频 每次拍之前看日点评都可好 都可想去了 都是乘行而来 不是完全难以而归 哎呀 这东西还是得寝自来 谁都别信就信自己 好了吧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啦到感谢观看 拜拜再见